朋友眼中的我古灵精怪 同事眼中的我温柔细腻 长辈眼中的我成熟干脸 在日常生活中 我喜欢写作烹饪和摄影 更能在频繁的点点DV中 发现生活的乐趣和情调 希望今天能够借助 非你莫属这个栏目 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我 王玲 女25岁山东人 英国利物浦大学硕士 市场营销专业 在座的12位老板 两位专家以及图雷老师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玲 来自风筝之都山东围方 在大学期间 曾担任班级团职书 系学生会主席 院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 毕业后曾有过一年半的工作经历 这段经验培养了我的营销能力和执行力 在工作之余呢 我同时发现自己知识的匮乏和能力的不足 于是我决定出国留学继续读研 一年多的留学生活 不仅让我变得更加独立 也让我学会了独立自主 而且还有了更强的学习力 同时也获得了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想寻求一份有关营销或者是运营方向的工作 以及各位老师和老板觉得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好 学历不错 还可以 什么时候去的英国 我是2016年去的英国 什么时候回的国呢 上个月 上个月 对 但为什么这里在2014年3月和到2015年10月 你在青岛一家公司做过课程主管 对的 是实习是吧 不是是全职 全职 对 那你怎么上课 我是这样的 我是2010年到2013年在青岛大学上的大专 大专毕业以后呢 我是考了北京外国语的远程教育 是在职的一个本科 在读本科期因为它是远程的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工作 然后我就去了青岛华俊雅思学校 所以你是不断地在求学 对 是吧 对 求学欲望这么强烈 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所需吧我觉得 这个利物浦大学硕士是一个什么样的学历 其实利物浦它不像那个英国的前八大学校 但它的排名也是不错的 这大学挺牛的 要出了一堆诺贝尔奖 是 但是 对吧 董建华是你们校友是吧 是这样 但它以前是大专后来读了一个远程 然后再考到这个学校的挺难的 回来之后想找什么工作呢 我还是想跟我的专业相关吧 你看你求学欲望这么旺盛 为什么一开始考了个大专呢 确实因为高中探完了 高中之前学习都很好 对 我爸妈也是觉得 贝卜有什么要问的 其实呢 就是英国这种短期的一年硕士啊 对 江湖上有种说法叫度同 好 因为就一年 我并不评价这个教育形式对不对 一年花三十万对不对 我只评价这个姑娘啊 我个人觉得她很有目的性 很有进取心 对 她能在短短这段时间里面连干了几件事 专先生了个本 生完本以后觉得不对 然后又攒钱又来了个硕 目的性要强得多 我所有想问你个问题啊 课程顾问的时候 课程主管也是个销售职位吧 是 业绩怎么样 是这样 一开始的话 因为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我之前并没有做过销售 所以说在我刚进入这一行业的时候 前可能前两个月吧 还是比较难的 第三个月能够顺利完成业绩 然后转正 然后在之后的就一年之内 我能够把业绩做到我们校区的前三 所以说后来我被提升成了主管 那主管是要管人的对吗 对 销售leader管几个人 管的不多就三个 三个也不错 那你销售业绩大概是多少啊 你这个校区 一个月我们的综合的业绩是一百万以上 一百万才四个销售 不加我 不加我 我是没有 我是不做销售 我做主管以后是只 三个销售做一百 对 我看你不像撒谎的啊 但是三个人做一百 平均人均三十 可以的 因为暑期 您知道暑期他 暑期是吧 对对对对对 我可能没有说太清楚 你什么时候晋升为主管呢 就是 在我去留学的前两个月 正好是八月份到十月份 所以有可能 哦对 那么我觉得啊 其实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这业绩还不错 而且干了一年 黄金雅思能转主管啊 而且步步进取 步步精心 为什么不干销售呢 我之前就是做销售呀 对不好的一销馆啊 搞什么营销和运营 还编辑 那我们销售人的骄傲一点 就是这么年轻 怎么说呢 如果说各位老板觉得 我适合的话 我也是不推辞的 嗯不勉强 不勉强 但是我 但是我最好的意愿的话 还是做营销 或者是这个运营方面的 因为我现在硕士 就是学的市场营销嘛 我不想浪费这个资源 我并不认为 这个姑娘非常适合做销售 因为她不是一个 呃 拓张型或 给人很强压力的这种人 她是一个需要 呃 聊天 交朋友 然后通过深入沟通 依托于这种 个人魅力和性格特点 去建立联好沟通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 呃 反倒运营 或者是客服类的工作 会相对比较适合她 哎 你会不会觉得你太理智了 我其实并没有 我这可能有点紧张 在这个台上 不不不 不是说你紧张不笑 就显得理智 是你的这个规划 都很理智 对 所以王林 我想问你 就是你的学业的 这一步一步的这个变化 是你自己去做的决定 还是你家里人给你的意见 哦 这是我自己 所以其实我在问的 就是他的主动性和行动力 我觉得这两点 很强 对 谢谢老板 其实刚才慧普说 他目的性很强 我倒觉得这不是贬意思 行动力很强 规划非常周密 而且能够说到哪儿 就做到哪儿 刚刚看了一下 你在出国之前的薪酬 是八千到一万 对 课程主管 对 那你回来之后 要涨到多少呢 还是一万起就可以 还是一万起 对 一万起就可以 不是这个学历已经提高了吗 应该会有期待 学历是提高了 但是我是营销 或者是运营的方向 可能在运营方面 我可能还欠缺很多 你要的是一万的底薪是吧 对 没有地域限制 最好是北京 然后山东一线城市也可以 二线发达城市也可以考虑 第一轮选择薛货磊 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呀 我准备了一小段老送 挺好的 来吧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婉转绕方殿 月照花林皆四线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谢谢大家 在家里排了多久啊 我是刚准备的 因为我实在没有才艺 唱歌跑调 舞音不全 跳舞 肢体不协调 你刚才说什么 唱歌干嘛 我说我唱得特别好 舞音特别全 挺聪明的 你看 他知道正话反说 唱一个吧 我怕污染各位老板的耳朵 两句嘛 两句啊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听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没走掉 第句继续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很好 继续 沿用刚才的诗的动作 我忘词了我现在 来老张看一下他的性格 各项都是中高 移人性是虽然略短一点点 但是也算不错 在经营型 社交型和这个艺术型方面呢 是他的一个兴趣点 喜欢挑战 还有呢 就是有这个创新 这样的一个方向 现在是 硕士毕业呢 虽然是缺少工作经验 但是本体的数字还是很不错 多少分 八分加 八分加 谢谢张老师 有问题吗 在大学的时候 学市场营销专业 学到了什么 以及你有没有关注过 国内的哪些公司的运营 营销做得比较好的一些案例 我觉得我们现在学的硕着 是偏管理方向的 所以说它可能会跟一些 比方说服务类型的 会更贴切一些 比如说我们学的服务营销 它会从 你在整个营销过程中 不管是从你的 整个视觉效果 空间外部还是内部 然后它都能给你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方法 来抓住一些顾客的一些眼球 你课程中有一些案例吗 有 比如说巴克莱银行 还有这个麦当劳 还有一些外国的餐厅 比方说大家都在这个点单排队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时候 这个餐厅或者是说这个银行 能够放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 或者是播放一小段视频 能够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排队特别的累 反而愿意在这家店消费 那这个点我认为我不需要去英国留学 很多同学们也知道这些小技巧 确实 所以排队 你觉得麦当劳的排队 跟星巴克的排队有什么不一样吗 麦当劳的话还是比较散 我觉得 因为麦当劳 可能它是偏快餐型的嘛 就人可能一天24小时 不管什么时间 他都可以进去 队形有什么不一样 麦当劳的话 它有一个引导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 都会比较顺序排列 星巴克的话 它有的是没有那种引导型的 你喝过星巴克吗 喝过 星巴克是横着排队 不是 我是说星巴克没有 它没有那种就是 比较有 你想要的答案是什么 其实那个 雷哥说了 我觉得麦当劳 它是竖着排的 星巴克是横着排的 因为他们企业的不同的特点 因为一个是做速度的 一个是想和 让你跟咖啡师更近的接触 然后导致了 就整个全世界的排队的方式 就是不一样 这跟营销是有很大关系的 市场营销 还是不是很擅长吧 可能给老师或者老板留下了一些 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些印象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加深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来 第二轮选 继续获勿 还有六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进的职位 我们有一个岗叫艺术家经纪人 就是因为每个艺术家他有很多作品 我们要把他的作品变成商品 后期的一些运营 包括他这个IP的一些运营 跟很多对外的对接和对内的对接 其实我觉得你挺适合这个岗位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老板 我觉得他的能力还是比较适合做市场营销了 所以这块来讲的话 可以给到你的岗位 是我们市场部里面做活动策划跟文案策划 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全国可能会需要蔬菜 好 谢谢老板 给你的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的储备的营销主管 辅助推广我们国学 美术 科学这些项目 好 谢谢陈总 王林你好 你好 汉动体育可以给你提供的岗位是版权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的 谢谢美女老板 滑鹏文化是一家以戏剧内容为核心 然后会生产出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些内容类型的产品上 发挥你的营销的价值 我们正在做这个医疗云 所以呢我们要全面地去做医疗 那在这个领域的话 如果你有兴趣 我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营销 或者是销售的团队 好的 六盏灯 灭四盏 刘良盏 不好意思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很漂亮 陈总 您好 我会留在您公司的 谢谢你 有请陈昊和郭兰 谈前扑上感情 好 一样的 都是一万 你们一挖 我以为他开五万呢 别起哄 有问题吗 想问一下在未来三年 我的职业规划方向 你的人生你做主 你这个话题有点大 我觉得 我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三年算中期目标了 王林 我建议你改一下你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就听到类似的问题 职业规划 你的职业规划 只有你自己能规划 你可以问他们的岗位的路径是啥 这么来讲 其实这个 我们因为是属于强运营的企业 你的发展空间 在强运营的企业里 你可能你的 不管是薪酬 还是职位的增长空间 或者你锻炼管理的能力 可能空间都相对大一些 但在技术企业里 你不算是核心团队 好的 谢谢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清楚超过一万 一万一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说一下为什么加一千块钱 我们最火的一款产品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其实现在国内非常火叫Molly 北京西单大约成了整个圣诞党 就整个装饰是Molly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就是会签约这些IP以后 会有很多很多对外的这些合作 也有很多对内的合作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锻炼一个人的运营能力和沟通能力 然后呢 我觉得其实你的性格 还是非常适合 比如说跟一个类似于 这样的一些艺术家 然后帮他们在整个国内的一些运营 考虑十秒钟 是否愿意让王宁代替 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你的答案是 不用了 谢谢你 为什么 我觉得我刚才在选择企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好了 有先例答案 他想得很清晰 很理性 但我始终虽然觉得他 可能有可爱的一面 但是也有他特别冷的一面 对 挺好的 来 你想一下 这两个当中最后选谁 考虑十秒 优胜金山芸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去吧 最大的收获的话 是老板对我以后的工作 给我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也让我对之后的工作 有了一些信心 因为我本身选运营的话 和这个营销 并不是说非常的有底气 但是老板说 我就是比较适合 所以我感觉很幸运